好 有一個廣告跑出來 您看一下 在這邊 這邊我們的教材裡面 有提到 最上面 在這裡 您用線上的其實也可以 但是呢 因為大家現在行動裝置比較多 所以我就 給大家稍微介紹一下 您看到這裡 我們來試看看 手機APP 語音輸入 說字幕不通 我現在這個不是Google語音輸入 Google也有一個語音輸入 但是你發現它有一個跟 Google不一樣的 Google是只有把文字叫出來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個 這個 老師發現什麼 它會幫我們加全息 這比較重要 如果我只是要打字 那沒有問題啊 但是如果您是用 注音輸入法 請問標點符號會是你的痛 對不對 我用無聲音我是無關 無聲音是可以直接打出來 可是問題是你用注音的 你就必須要切換 那這個時候它能夠幫我們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您在用的這個過程裡面 萬一它有錯了對不對 這個叫遜飛 這叫遜飛 中文書是對岸的 對岸的 那所以您預設它出出的都是簡體字 我們可以去這裡切換一下 我就直接從畫面上給您看 從這裡有沒有 我在設置這邊 有沒有發現我現在變簡體跟繁體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那您設好了之後呢 我們就用這個就可以用了 但是它預設是在九件拼音 萬一像你上面這個字有翻錯有沒有 我們去看看嘛 來去看看當然也可以 但是比如說萬一字有錯了 你有兩種方法 我可以重錄一次 按下去 重新錄一次 不小心都對的吧 萬一錯了 你可以有一個方式 因為它也有所謂的手寫書印 有沒有看到 這樣 是不是就可以辨識上去的 當然它手寫書印不是最強的 所以就一次只能輸入一個字 可是我更希望它講的都對 因為你大部分都講出來的都對了 我要收寫書自然就少嘛 因為你用注音絕對是慢 我們一般注音至少平均起來是四個按鍵吧 平均起來 因為你還有那個四音 所以就會比較慢 這樣可接受嗎 尤其是你什麼時候 行動的時候 在外面的時候 你要回LINE 對不對 要回Email 每次都 眼睛很大力這樣瞪它 這樣沒有用 對不對 它不會變好 所以你下次就這樣 它用講的 應該還不錯 所以這個方式給大家做參考 因為其實如果以後老師 剛剛老師有提到 有老師想要用字幕有沒有 字幕的話你就 如果是在電腦編輯 其實是最方便 你可以搭配我們 上個禮拜有介紹的那個線上的 線上的是最方便在這裡 這裡 我就直接 我大部分是用這個 Speech Notes 比較多 或者用Google文件也可以 如果你上個禮拜沒聽到的 沒關係 稍微看一下 因為現在 現在 都越來越厲害了 允許 我們就試看看 在這邊 來做語音輸入 螢幕比較大 其實 有優勢的 對不對 右邊 是不是有這些東西 自己加進來 都好 記得 如果 不是要錄的時候 記得按一下停 不然它一直把你翻譯進來 這樣就不好了 你可以從這邊自己放大一點 這樣也會比較OK一點 其實做真的 在大一幕真的比較好做事情 行動裝飾是不得已的時候才做的 所以 如果你 如果你 帶大的平板 我也是不反對 反正 重點是能夠 能夠幫助我們 減少這些 就是 瑣碎的事情 你可以做正事的時間 就比較長 這樣對我們 介紹的這個語音輸入 老師還可接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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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